黑族猫为什么被全世界禁养 即使再有钱也不行 看完你还敢养吗 英国短毛猫 梨花猫 鲜罗猫 安哥拉猫 挪威森尼猫等 都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宠物猫 而在非洲南部 有一种特有的猫咪 黑族猫 它们颜值极高 肉桂色至茶色 或近白色的毛发 穿插着黑色的斑点 看起来十分呆萌可爱 加上宠物 然而 我要告诉你的是 它是被全世界禁养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有趣的问题 想要了解这一问题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族猫 它之所以被称为黑族猫 是因为脚底黑色的标记 且上面覆盖着黑色长矛 而就是这样的脚爪 可以防止它们在灼热的沙地上 勤走时被烫伤 单看外表 它与梨花猫长得极其相似 很多不懂的人 会将它误认为是梨花猫 由于其体长 只有36到52厘米 体高分之60 而凶猛的狮子捕猎成功率 才20%到25% 这说来 黑族猫的捕猎成功率 几乎是狮子的成功率的三倍了 夸张点说 就是指数 然后再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 威胁到了黑族猫的栖息地 而除了要面对 人类活动带来的威胁外 还会成为毒杀 宁猫的牺牲品 让本来数量就稀少的 黑族猫的生存状态 岌岌可危 第三 黑族猫本身就是只分布在南非 纳米比亚 波斯瓦纳 安哥拉等国 其数量不多 而在当地也生存着不少家猫 这些黑族猫跑到居民点附近 与家猫杂交 如此一来 就会淡化起纯正的血统 这也会导致其数量的减少 所以黑族猫可以说 是一种有灭绝危险的生物 搞不搞得到 林说养殖并为保护动物结果 可想而知 第四 黑族猫可以算是没有驯化的猛兽 也信十足 且不说能不能养殖 即使能养殖 需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都很多 而且需要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大 一岁大死性的黑族猫 就会占有领地约10平方公里 熊猫占有领地更是高达22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 黑族猫还是个十足的大胃王 只吃肉 那成本也会非常高 出于以上原因 所以黑族猫是被全世界禁养的 即使是再有钱也不行 对此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